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欸 起床了 現在的時間是5點50分 起床了 起床了 快點 現在早上6點半 我們要出發前往陳千湖 請問一下今天要考試的這位先生 心情如何呢 心情忐忑不安 七上八下 我就看你還可以講說什麼 萬眾矚目 眾所期待 確定有眾所期的 喊喜臨門 好啦 正經典 心情怎麼樣 是興奮的啦 不會有太緊張的緊張感 應該是說興奮大於緊張 反正我們該做的都做了 就試試看喔 但有一些人說 年紀還OK 但有些人說 哇 年紀也大了 可是老實講啊 棒球 就算那個台港明年33 當地均的時候是34歲 其實34歲對於一個棒球員來講 沒有到很老 我相信大家有看到 我們前一部那個檢測影片 確實啊 沒有經過訓練 體力肯定是下滑的 這個我相信訓練就一定會回得來 對我自己的身體是有信心的 兩年前從統一離開之後 我現在當YouTuber 真正的體會到什麼叫做快樂打棒球 其實我在統一的球技末段的時候 快要離開那一段時間 我對於打棒球是非常不快樂的 我甚至有一點厭倦 甚至到逃避 開了職棒全 我現在非常熱愛我自己的工作 起床是非常開心的在面對我的工作 甚至到了韓球好日記棒球隊 因為我有時候假日如果有空的話 剛好有比賽的話都會去參加 我發現這個才叫做真正的快樂打棒球 打棒球是應該是要快樂的 我在統一 要離開前 我是在逃避 每天看到棒球我非常討厭棒球 因為有壓力吧 我那時候選擇了逃避 如果有機會再一次 再挑戰職棒的話 我想我會勇於去面對挑戰 正面 面對他 終於啊 來到了今天 我是第一梯次最早的 聽邵希講說 他是今天的中午12點那一批的 我今天早上5點多就起床 好久沒有這麼早起 今天就是台剛的測試會 我們前面也做了這麼多的訓練 其實我自己有稍微先去那裡看一下 等一下那些體能檢測 基本上應該就會在這個大廳 這個玄關這裡 我也不知道等一下會發生些什麼事情 可能就一切都盡力做 會怎麼樣我也不知道 先去報到吧 走吧 一個四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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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4 2 2 4 1 1 1 4 2 2 2 各的 肚子 對 它那裡有寫標準 美國的標準 187 所以已經超過標準 比較可惜的是剛剛有一次右腳的側跳 沒有跳好 沒關係 就這樣嘛 盡力做 好 待會 接下來 2 先站在中間 好 站在中間 Go 有 有 有 5.70 5.51 進步 再測3次 就4秒了啦 對 但是 先不要 我們後面還有很多 敏捷性 對於腳長的 本來就是一個劣勢 對 我的腳本來就比較長 所以 重點應該是在等下30公尺 好 全力全力全力 有 哇 力量在活泳 最主要要表達給十下年輕人或者是我的後輩 讓他們不要害怕去挑戰 很多人是這樣 失敗了就放棄了 人家說在哪裡跌倒要在哪裡爬起來 很多人在哪裡跌倒哪裡逃走 不敢再去面對 其實是應該要正向你去面對他 面對你的問題面對你的失敗 就是我覺得我這一次願意再報名 再挑戰自己 當然最主要用意是為了我自己啦 想要再挑戰看看 那這是一個附加的 不管結果怎麼樣 反正就盡力 那我有比較直接的問題 你有球員說 不是來亂的不是認真的這樣 那看影片就知道我是認真還是來亂的 你們應該也知道我就是報那一手 我在大學以前我都是內野 老樹人知道我會守內野 那我來做嘛 我不像那些甲族球員 他們是需要這個測試會 成功才可以選秀會 我是不需要選秀 我有一個更大的目的是 來讓這裡教練看 我是不是他們很可用之兵 所以我選擇內野 那你服務服務 如果選上的YouTube會怎麼辦 在談啊 在看球款願不願意讓我繼續啊 這中間一定有很多的橘捨 有談再說吧 差多久 就是要一定要 一天兩天吧 就考慮清楚 比如說我跟我老婆討論 她支持我 更大的一個目的啦 我覺得我們現在既然在YouTube裡面 有一點點小小的影響力 所以你可以做 算正向的事情來影響 在看我影片的 這是更重要的 在當中的一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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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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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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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